不知道未來的生活是個什麼樣的 我備账了四屆奧運會 我們這個項目比較特別 我們這個項目一個國家只能參加一個人 所以我每一屆都是第二名 到禮業那一屆的時候 我才好不容易上了 我其實每一屆我都會思考 要不要退役這個事情 那我在東京奧運會前退役 其實我選擇退役的時候 我世界排名正常是第三人 但是我選擇退役的一個原因就是 我在那一刻我能感受到 我的整個經濟體育的狀態是在走下坡路的 那個已經沒辦法成為那個更好的自己了 我就覺得說那我就從我的運動生涯結束 當我游泳隊退役下來以後 我是完全迷茫 而且我也很害怕 因為我沒有冠軍頭銜 當沒有光環是大部分運動員 因為金牌就那麼一塊 那個時候是很緊張 可能還要討關系 可能我爸媽還要去找領導 我說一個我的感受和我的經歷 那其實我就是退役 直接安置了一個體制內的公務員的工作 然後很穩定看似很好 然後我現在倒推這一切 我覺得我的運動生涯可能是失敗的 哪怕我已經進入了上海女族的職業隊 可能就是建了上海這個比較好的體制 所以我有了一份這樣的工作 但這個工作我不一定這麼喜歡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有夢想的 那我現在我的夢想 有可能在我的後面的階段 那我現在出來了 我不知道我後面會從事什麼工作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我是比較焦慮的 就是因為我現在也是處於一個退役的情況嘛 然後因為我還只有21歲嘛 我可能會覺得自己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我今天是想要跟前輩討教經驗 因為這個迷茫期你們也有經歷過 在這段迷茫期的時候 我只有一句話問自己 你除了柔道你還會什麼 因為在當行動員的時候 其實目標很清奇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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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更好的自己 當我們面臨世界的時候 那個冠軍 冠軍 冠軍 和更好的自己在哪裡 怎麼去找到 我們找到你那邊寫的日記啊 這個是很小的時候了 怎樣對待苦和累 我應該怎樣對待苦與累呢 我想作為一名運動員 就應該不怕苦不怕累 如果又是怕苦又是怕累的 縱然是一個天才也會被淘汰的 每當我看見那些獲得金牌的運動員 站在領獎台激動的哭了 我是多麼的羨慕啊 我想如果我也站在領獎台上 胸前掛著用苦與淚換來的 閃著金光的金牌時 別人也會用羨慕的眼光看著我的 那時我就會有一種自豪改 因為感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太可愛了 1987年寫的 很有意思 太可愛了 我是一個身體素質一般的 我跑步跳爆發都是普通孩子的普通 後來他說他當初看上我 並不是我當時滑的並不快 只是看著一個小孩在冰場上 連喊帶叫的滑 特別能喊能拼 然後我當時還摔了個跟頭 我們就這樣說這小孩一般摔了就成績就無效了 成績就很慢了 說我看我摔完了以後 起來還是玩命滑 就拼勁他很欣賞 那感覺就像冰面上那個小路純子是嗎 那時候你看你記得排球女家的時候 胖過 就是受他們的 就是受排球女家的影響 而且小的時候我爸爸經常會跟我說 要先吃苦 吃得苦中苦方威人方人 我們都要學這些 他要先苦後甜 那時候好像教育裡對苦有種崇拜 你必須要苦 你不能走捷徑 那時候我們都是有這樣的 它是個必經之路 但是比如說小時候去了運動隊 因為就會完全離開原來的生活 正常的上學高中各種 就這條路選擇的時候自己也沒猶豫 就是你的人生會變得不一樣 小的時候不是你自己的選擇 其實我們小的時候 很多的決定都是父母在幫我們做 我還記得我從試體校到省體校 省體校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體校它是個中專 然後還要自費 就你還要交一部分學費啊什麼的 但是你要留在試體工隊 你就開始增工資了 你知道那個年代13歲就有有工齡了 而且有工齡的概念是每兩個年 漲一次工資的 所以就意味著你以後是很好的 累積會越來越好 對然後我爸呢就沒讓我留下 然後他說這人要往高處走 水要往低處流 我那時候很小也不太懂 反正我隊友他沒有去 省體校我去了 現在回頭看其實是個挺了不起的決定 因為那時候都是很普通的家庭嘛 但是我爸那個時候反正做了這麼一個決定 對然後呢 就是你父親幫你做了一個選擇 然後要去省里嘛 那是對自己的未來有想法嗎 還是說就是順著軌道往下走 在運動隊裡邊其實 肯定內心裡一直有一個燈塔的 嗯那燈塔是什麼呢 那時候要去國家隊啊 然後要去奧運會啊 然後進到國家隊是什麼感覺的 那時候真的進到了 哎呀我進國家隊就有些有波折的 因為我第一個拳冠冠軍15歲 後來呢就奔著94年的 莉拉哈爾摩冬奧會 奔那個目標去使勁了 加上那年我父親去世嘛 所以就自己就特別想 就特別想參加這個奧運會 然後訓練就比較苦 結果到奧運會選拔賽前 整個的體重掉了一個月掉了將近10斤 哇 結果從開始呼聲很高的前5名 一下子最後是第13 那麼前5名去參加奧運會 我就咋醒了一晚回家了 哈哈 然後那是我第一個坎 到了95年的年初 有全國冬運會 我是全能第9 但是因為前98名全部是吉林省隊員 當時我們教練就說 如果要是我不去的話 那就是吉林省隊的國家隊 因為那時候黑級兩省競爭很激烈 就是哪個省的教練當主教練 另外一個省就不去 就大家是叫進叫的比較厲害 然後當時省裏邊還勸我說 你要不去的話給你刮個助理教練 就以後工作就有保障了 另外呢他們說您可當機頭不當鳳尾 這都是那時候我學的話 我還什麼叫機頭和鳳尾的概念 但是內心裏邊還是很想去 因為當時的新青山教練 就他的帶出隊伍就很強嘛 然後我也對自己不甘心 然後即便去了以後他們說當鳳尾 反正就意味著沒人搭理你啊 訓練也不會按照你的那個來安排啊等等 但是我總覺得我仍可當當鳳尾試試 也許還有機會飛起來是吧 當機頭是永遠飛不起來的 所以當時就去了 其實很未知這個概念 那不是很當時也不是很痛苦嗎 也不覺得 你想我當時是年齡大 因為那時候小楊他們已經起來了 他自己就帶了吉林省的兩個小孩 都是作為儲備的 所以每天晨戀是6點到7點半 然後6點到7點15這個階段 他是看不到我的 因為他那些隊員在 而且我又不是主力 但是我也很想得到他的指導嘛 所以7點15到7點半這個之間 就這個你知道越被關注 你就越想偷懶 所以其他隊員就開始磨蹭了 因為要去吃早飯了 盡量少練點了 那15分鐘是我的時間 你的表現時間 我的表現時間 趕緊趕到跟前去做這個滑行啊 另外呢 作為這個領養的孩子就多表現嘛 我記得那一年我沒事了 去他房間拿一些髒衣服啊 我幫他洗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洗衣機 都是手洗嘛 就是這個被要的領養的孩子那種心態 我第一篇日記到國家隊 用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就是要這個 我後來每年都會寫日記 然後第一頁我老是又叫企業隨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用那個名字 企業 我覺得可能 我是想給自己立一個 立一個叫什麼 規矩吧 然後我對我近一年會有預測 我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如果遇到這樣的困難 我應該怎麼去面對 你是對自己的未來 這麼是一個這麼清晰的做 你想贏嘛 對吧 所以你要把這些 凡是有可能給你帶來所謂障礙的 要去想辦法去解決 對吧 但是在後來逐步的自己成熟以後 回過頭來看 如果你所有要去努力的原因 完全是一種對結果的渴望 是很可怕的一些事 因為 怎麼說呢 就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 是我第一屆98年奧運會 當時輸得一塌糊塗嘛 你怎麼把我摔過去 我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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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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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速度這麼快啊 他比我一工作的很清淡 他們好快啊 這個速度 你反不過來 來 練拳擊在這 我們徐老師要比回來 他覺得你太瘦小 根本不像練拳擊的 輕量級拳擊 湄攻以下和腰帶以上的 正面和側面 只要有這個力量 突然啟動的這種 就像豹子一樣 哇 這我沒反過來 你沒打他 讓我們給女孩子 摔一摔一摔 讓你感受一下 從腰上過去的感覺 對 好 好吧 那我們就放手 哇 哇 哇 這個好玩 真是大腰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哇 太棒了 這個 這很舒服 有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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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是第二次參加 冠軍基金的活動 因為上次我記得 只有一個運動員報名 對 我特別高興的是 今天看到我們幾位 剛剛退役的運動員 很勇敢地走出這一步 大家會覺得 我們其實只會訓練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整個運動生涯 帶給我最寶貴的東西是 我通往 目標成功 目標的路徑的 那種底層邏輯 我覺得那個才是 我們作為一個運動員 最核心的東西 而且我們 其實是很有那股韌鏡 那個目標清晰以後 你就拼命往那邊轉 別人比不過我們的 但是現在就是很迷茫 你不知道往哪裡去走 我覺得什麼方向都可以 只要我去了那個方向 只要我好好去努力 我覺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現在就是很迷茫 你不知道往哪裡去走 然後就路特別多 我就很糾結 我現在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自己 我有很多想做的 但是我有很多不敢去做的 選擇之所以困難 是因為我們需要去放棄 這就像大家都說 運動員很會堅持 但其實放棄 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對我來講 選擇堅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都一樣吧 我怕以後後悔後悔 就是在可能可以選的情況下 想選一個以後自己不會後悔 選哪條路的後悔 就完全走走 你看現在世界變化很快的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現在是三年三年的 根本沒有30年 所以你做了決定也不要後悔 對 糾結是勿示的 我這塊打斷一下 我的感受 如果要是就成長的感受 就由外界帶來的這些壓力 讓我們成長 也是也重要 但是它也是能夠成長 但是它的成長是不快樂的 有的時候你會多少 可能會很抗拒 然後你會有很多抱怨 但是我個人的感受 就是說你凡是從內而外的生長 然後即便也同樣會遇到很多困難 同樣會有很多壓力 但是它會很快樂